既然講到傷心事 你就再來講個傷心事 好 2008年1月1號 好久不見妳好嗎 驚訝中在高雄和妳巧遇 我們也認識15年了 但這15年 我們真正的在一起只有三個月 這三個月是很甜的回憶 電腦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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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我真的不要懂電腦 我怎麼會打字打到上面去 是嗎 妳對我很抱歉 這抱歉如果是虧欠的話 套用無色的人間的台詞 這世上妳沒有虧欠誰 妳最虧欠的是妳自己 開心的過生活吧 很多時間 很多事情會隨著時間去改變 加油喔 妳還挺她 當然 因為我說了 我真的很醜男生 妳知道我都會給對方一個 很好很好的藉口說 好吧 就這樣子吧 但是妳在這裡說 我很想哭 我只想問妳一個問題 我們為何當時要分手 對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啊 這個也是活生生血淋淋 另外一種劈腿的方式 我每次都等人家劈腿之後 我才知道說 原來是這樣喔 對啊 這個是另外一種 對啊 然後 然後鍾欣寧 是不是鍾欣寧 鍾欣寧講的是另外一種 我真的都等到她劈腿的時候 我才知道說原來我們不合 但那個傷害就已經很深很深了 可是這個人好像在妳的感覺 她跟你分手 其實感覺上妳給她有壓力 因為我太快樂 我有跟她聊過 不是 我是一個喔 我覺得我很天真 我都會先把事情先講清楚 就是說 我跟妳講喔 我們談戀愛啊 我們就是要很快樂喔 然後晚上睡不著的時候 我們就要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然後我就很愛講話 我就很天真嘛 可是啊 真的兩個人相處之後 才會知道說 萬一她很累 然後我還是一個人在那邊講話 然後我就覺得好像 我過得太我自己了 我都沒有顧慮到她的感覺 而且我都很喜歡那種 很奇怪的星座 處女座 潔癖 你知道 水瓶座 水瓶座 汽車 男生 對 對... 對啊 所以就 這個是我們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跟她分手 說真的我真的都不知道 她只跟我講 白天都好好的喔 晚上就跟妳講我們不合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一直到 等我知道的時候 等我碰到她的時候 是我們隔了十幾年之後 十五年 我們在高雄演出 互相都是藝文團體 然後我在那邊演 無捨的那個人間條件 碰到了 剛好那時候在演人間三 就是演那種初戀的 所以就很想要問她說 我真的有去她房間跟她聊天 她朋友也在 然後呢 我也... 我只是想要答案而已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 其實她真的也不知道 所以當妳看到粉紅豬出家的時候 心中... 而且邝明傑是妳的同學對不對 對 今年給妳刺激太大 對啊 但真的很祝福他們 可是對我自己來講 刺激並沒有耶 粉紅豬心靈結婚的時候 我在台中拍戲 然後我跟她做視訊 妳知道那難過是什麼 然後他們每個人這樣 妳看看 菜好好喔 那我... 無捨的來人講 沒錯... 下一個就是妳了 沒錯 然後每個人跟我講這個 然後阿礦的時候也是一樣啊 我也是在拍戲 妳也在拍戲喔 對 然後我同學就跟我講 因為去年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把自己繃得很緊 就一直在拍 一直在拍 然後我想說 其實 我覺得我會含著眼淚 真的是笑笑的祝福他們 但是一定要好 這一定要好 不能有中間有什麼 什麼的吐嘴啊什麼的 一定要好 剛剛講了她這個 比較脆弱的一面 其實她有比較堅強的一面 我們來這邊 我看過最貼心的林美秀 我看過最大方的林美秀 我看過最愛笑的林美秀 我看過最孝順的林美秀 在演出戲劇的時候呢 然後每天呢 來吃便當的時候 吃完便當之後 突然就有一個人說 趕快來吃水果 我趕快拿出那個保鮮盒 大概四五盒 芭樂鳳梨西瓜 反正當季出產的水果 都應有盡有 而且都切得好好 一塊一塊的 然後牙籤也幫你準備好了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吃 大塊鍋裡在那邊吃 吃得好舒服 大家都忘記 其實美秀幫我們準備 可是美秀看我們吃 吃吃吃 我很開心 你吃吃完 你不懂我早早 我早早我就真的想起了 因為這我們多貼心 表面上說她會神奇 其實看我們吃完了 他們其實是覺得很開心 我的記憶當中 她是一個很愛笑 而且笑點非常低的一個觀眾 在1994年的6月份 《屏不買買》有個作品 叫《西數兩官》 我找到她 她當時是央求我說 給她一個小角色 台詞非常少 那台詞我就照你的意思 因為你不太擅長說話 但是你有個特質 被我發現你很愛笑 你笑得非常自然 演出之後 我們看到舞台上有一個 非常愛笑的女人 叫余大姐 當時就是林美秀 如果說美秀今天會表演的話 我覺得跟屏風大有關係 最主要是她跟立國秀有染 所謂有染是說 我對她的一個關注之後 我知道她有潛力 所以我決定要培養 這樣一個新人 我印象中的美秀姐 她對任何人都很大方 比如說家人不用講 親人不用講 好友不用講 然後工作人員劇組 她都非常大方 對所有人都很大方 可是我覺得她對自己都太小氣了 她就會你知道 當她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或是 就是我覺得她都不會好好的 善待她自己 或是說體貼她自己 就是我覺得這美秀 應該要多愛你自己一點 然後多照顧你自己一點 然後你對大家很大方 可是你對自己都太 我覺得太節省 我覺得你應該要對自己 再好一點更好一點 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美秀 到現在都是還是單身 然後呢 其實我覺得 最大的原因是這個 美秀太孝順了 對 因為她的媽媽 前一陣子是不是已經過世了 但是在這個媽媽這個 後面這個十幾年的這個時間 因為都長期需要這個洗身 起拍戲的時候 就是都會覺得她的眼神裡面 有一絲淡淡的憂愁 然後就是就擔心她的媽媽這樣子 這裡面只有 只有一個人說 你對自己不大方 我覺得 你真的沒有對自己 對 那你給大家吃水果啊這種 你知道都是一種 很多很喜歡去照顧別人 聽聽剛剛你不是幫別人做早餐嗎 對 我真的是這樣 你每一個男人都照顧得這麼好 差不多 照顧差不多的時候就 他們就送給別人了 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可是這個好像是自己的一種 我不知道也是習慣還是怎樣 宿命 對啊 真的就這樣子啊 對 還有